那接下來我們要再來看一個更高深的主題 那這個主題呢在前面呢 我先聲明一下 這我想只考不會考這個東西 那在新教材裡面的理論上 也不應該討論到這麼深的問題 這個嚴格來說已經算是大一普悟的範圍 但是有些學校老師呢 還是會怎麼樣 還是會約略提一下 好那如果你對物理蠻有興趣的話 那你不妨呢也跟著我們這個簡單看一下 那看懂多少算多少 聽不懂也沒有關係 沒關係等到大一呢再仔細的思考一下 那如果說呢 如果你專心聽一下 其實也沒有到完全無法理解的地步 好那可以仔細的聽聽看 那第一個呢 我們要先定一個東西叫做默而比熱 那什麼叫默而比熱呢 比熱 比熱你想到什麼 我們在第十章有講到 一般物質比熱的定義 是每一刻的物體溫度改變一度C 所需要吸收或放出的熱量 所以現在呢 這個所謂的氣體默而比熱的定義 同理嘛 默而比熱 那看的不是一公克 看的是一默 所以就是 每一默的氣體溫度改變一度C 所需要吸收或放出的熱量 我們叫默而比熱 那我們用C這個符號表示 來你比較一下 那我們原來講的比熱 是不是叫 每單位質量的物體 改變一度C 所需要吸收或放出的熱量 這裡就是每一默的氣體 溫度改變一度C 所需要吸收或放出的熱量 這個叫做默而比熱 好可是麻煩就麻煩出在於 這默而比熱呢要分兩種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你把氣體加熱有兩種狀況 第一種是 它的體積固定 好你現在加熱 你現在吸熱 第二種是怎麼樣 第二種是 好我讓它的壓力固定 但是體積會膨脹 這叫定壓默而比熱 所以我們要分兩種 一種叫定容這個默而比熱 一種叫定壓默而比熱 這氣體麻煩嘛對不對 那我們先看第一種叫定容默而比熱 各位如果它定容的話 體積固定 那體積固定的話 按照我們前面講的 那基本上這個做工就會等於多少 做工就會等於零 各位如果這個氣體的體積不膨脹 來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這個氣體的體積不膨脹 那也就沒有所謂做工的問題啊 我現在就把這活塞完全固定住 你現在就是就給我吸熱對不對 這活塞完全固定住 那它既不會怎麼樣 既不會這個膨脹 也不會壓縮 所以也就沒有所謂做工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工就等於多少 工就等於零 好那我們講過 這個怎麼樣 剛剛講的這個總熱量 熱力學第一定律 你內能的變化量 內能的變化量 好叫做熱量減掉怎麼樣 減掉W 那現在W等於零啊 對不對 W等於零 所以你的熱量變化 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你總能的變化 總能的變化 那這總能叫什麼呢 那我們講 這理想氣體也沒有怎麼樣 它沒有胃能 理想氣體的動能 就是理想氣體的總能 理想氣體的總能 我可以寫什麼呢 我可以寫N 乘上3RT 可是這裡是能量變化 這不是算總能量啊 所以N 乘上3R DT 各位還記得嗎 這個N 乘上3RT 如果你只算變化量 那個N 乘上3R DT 好 那這裡呢 只是按照這個定義的演算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所謂的莫爾比熱 就是每一莫爾溫度改變一度C 所需吸收的熱量 那現在呢 沒有供 所以你的熱量 其實就是內能的變化量 就是內能的變化量 內能就叫N 乘以2分之3R DT 這是內能的變化量 好 NN對消 DT DT 這個叫做2分之3 所以呢 理想氣體的定容 莫爾比熱 就是所謂的2分之3R 2分之3R R就是理想氣體常數 好 所以我剛剛講 你就按照這個定義推 雖然以前沒有學過 對不對 那總是會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也沒有說到完全無法理解的地步 那我想 這個我們前面一再強調了 其實就按照這個定義做 好 按照這個定義做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討論 一個比較麻煩的 好 就是理想氣體的定壓 莫爾比熱 就是壓力固定 這有點類似 像我們之前講的 氣體溫度計 好 就是你加熱 那你活塞可以動 那活塞呢 就跟外界怎麼樣 外界怎麼樣 外界接觸 所以你現在呢 這個裡面氣體的壓力 就跟外界氣體的壓力一樣 所以現在呢 有壓力這一項 所以按照怎麼樣 按照這個定義 每一莫爾 溫度改變一度C 你所需要吸收的熱量 可是現在的熱量 就包括了能量跟功了 各位 這就包括了能量跟功 因為熱力學第一定律 好 你的內能變化 是功 扣掉怎麼樣 這個Q 簡單代表 是這個吸熱放熱 這個熱能呢 減掉怎麼樣 簡單代表 所以現在呢 因為怎麼樣 因為你有體積的變化 所以會包含功這一項 那我們把它拆兩項 好 再加了拆兩項 前面這一項 其實跟這裡完全一模一樣 nΔTΔ1 前面這一項 跟這個 這個剛剛這個推導一樣 關鍵在後面這一項 好 前面這一項算出來 還是二分之 二分之三 好 後面這一項呢 這功 欸 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就寫P 乘以ΔV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推導 好 這個功叫什麼呢 功叫做P 乘上ΔV 好 所以這裡呢 功 我們就寫P乘以ΔV 這個式子 你多看幾眼 PΔV 除以NΔT 欸 這覺得好像有點面熟 其實就是PV等NRT嘛 PV等NRT 欸 結果一次是 你這個V 給它加一個Δ T也給它加一個Δ 所以PΔV 除以NΔT 其實說穿的就是PV等NRT 前後都加一個Δ 所以就變了R 欸 是一個很神奇的結果出現了 就是定壓莫爾比熱 定壓莫爾比熱 是剛剛的定容莫爾比熱 再加上一倍的理想氣體常數 好 這是公式的推導 好 不過呢 這公式推導 老師看不懂啊 沒關係 各位 這看不懂沒有關係 因為我說過 高中目前暫時不會考這個 好 不過呢 接下來這個東西 就比較有趣一點點了 好 那基本上呢 欸 這個我們剛剛推出來的 好 這個叫定容 氣體的 這個莫爾比熱呢 非常符合這個單原子 理想氣體的實驗 但是雙原子呢 欸 這個又不符合 好 如果你是講怎麼樣 講這個單原子分子的氣體的話 這個還蠻符合的 所以呢 我們前面在講這個聯考題的時候 欸 有個地方 我沒有特別去強調它 就是有時候它理想氣體會寫 單原子分子理想氣體 你說老師 這單原子分子理想氣體 跟雙原子分子理想氣體 難道不一樣嗎 欸 確實是不一樣的 好 這個我們討論理想氣體 是一個完全理想化 那我們當然要慢慢的往事實去逼近嘛 對不對 如果你是單原子的話 對 可是雙原子 比如說像氧氣 像氮氣 像氫氣 像氫氣 其實又不太對 所以欸 你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前面有時候在算題目的時候 欸 你發現 教授喜歡舉 這惰性氣體 比如說 他說 氦氣 他說 奶氣 欸 現在 你終於懂了吧 這教授其實 欸 有一個伏筆 他沒有明講 他沒有明講 心照不宣 就是氦氣 這個怎麼樣 這個氦 這個氦氣 奶氣 這些都是屬於單原子分子理想氣體 所以他的結果還蠻吻合 這個怎麼樣 這個理想氣體的討論 但是如果一遇到氫氣氧氣的話 這個結果不太對 你說那怎麼辦呢 那這個考試 其實還是把它當作理想氣體算了 好 那馬克思威呢 欸 又遇到馬克思威了 他提出了一個所謂的 能量均分定理 他一看二分之三 他一看覺得這個二分之三 其實是三乘以二分之一 那是廢話 對不對 這分數當然很多種 欸 各位 可是馬克思威一看這個三 他就有fuel了 三你會想到什麼 各位 這馬克思威想到了三種坐標準 他想到了三種坐標準 他說呢 這每一個原子 每一個分子呢 都具有f種 這個儲存能量的方式 好 那我們就說 這個分子具有f種 自由度 這是什麼東西啊 看看就好了 好來 這每一個自由度 相當於每一個分子儲存的 有二分之一KT 或一末叫二分之一RT的能量 老師 這沒有感覺啊 那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這個 有f種儲存能量的方式 這個分子 這個分子就有f種自由度 那每一個自由度 就代表了二分之一KT的能量呢 好 這個簡單說 比如說呢 這個單原子的這個理想氣體 好 比如說 現在呢 有一個氣體 它可以往x軸動 可以往y軸動 可以往z軸動 來 各位 我畫一個坐標準給大家看 好 今天假設呢 氣體分子在這裡 它可以往x軸動 可以往y軸動 可以往z軸動 三個坐標準 或是互相垂直 對不對 所以往x軸動 有一個二分之一平方 這裡呢 有一個二分之一平方 這裡也有一個二分之一平方 好 它有三個 對不對 所以呢 每一個都有所謂的二分之一KT平方 或者是二分之一MVX平方 它有二分之一MVX平方 二分之一MVY平方 二分之一MVZ平方 好 所以呢 各有XYZ三種不同的怎麼樣 三種不同的移動方向 所以呢 你看 它有三個不同的 這個移動的自由度 所以它的能量 就是二分之三KT 原來這二分之三KT 其實是三個二分之一KT平方 每一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VXVYVZ 每一個速度都有二分之一KT平方 你有三個 這個移動的方向 所以你有二分之三KT 好像有一點理論 好 那以量子理論來講 一個原子 因為它沒有體積嘛 沒有體積 那基本上 這個轉動就就就就沒有什麼 沒有這個所謂的能量 好 可是如果怎麼樣 如果是雙原子呢 這雙原子 它其實又要再多怎麼樣 又要再多 所謂的兩個旋轉的自由度 什麼叫做旋轉的自由度 各位 我們剛剛講 你動能 有移動動能 有轉動啊 好 來各位 剛剛我們講說單元子 它可以往X軸動 往Y軸動 往Z軸動 好 那如果是像氧氣呢 那氧氣的話 掏出秘密武器 好 假設呢 這氧嘛 氧有兩個原子嘛 有一個啞鈴 各位 這個氧呢 你仔細想一想看 好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氧放在X軸 它繞著X軸 各位 這樣轉 沒有用 因為我們講理想氣體怎麼樣 理想氣體它沒有體積 所以它這樣轉 繞著X軸這樣轉 其實沒有用 可是它如果繞著怎麼樣 繞著Y軸轉 各位 它繞著Y軸這樣轉 它就可以轉動啊 繞著Z軸轉 它可以這樣轉動啊 這個蠻重的 轉得不太順 各位 你再看一次 它如果在X軸上 好 如果它只是這樣轉 好 沒有用 因為理想氣體 沒有體積 這樣轉 沒有能量 好 可是呢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Y軸 轉動啊 它可以繞著Y軸轉動 好痠喔 它可以繞著Z軸轉動 繞著Z軸轉動 對不對 它就只差不能繞著X軸轉動 好 所以 手痠 好 來 再看一次 基本上 如果是怎麼樣 如果是 雙原子分子的話 它有兩個旋轉的自由度 在它原來自己的 那個對稱軸上 那個轉的沒有用 好 那多原子分子 則有三個旋轉的自由度 所以呢 它除了剛剛的移動動能以外 還多了一個叫轉動動能 還多了一個叫轉動動能 好 來 各位 所以拉 所以拉 這個我們從怎麼樣 從理想氣體的討論 那我們這樣看 我們分單原子 雙原子 多原子 好 單原子像氦 它有三種不同的移動 但是沒有轉動 一顆的 一顆的沒有轉動 好 所以總共就是三個自由度 好 如果雙原子 比如說像氧氣 它有三種不同的移動 各位這個氧氣也可以往X軸洞 Y軸洞 Z軸洞 移動 對不對 那轉動只有怎麼樣 轉動只有兩軸 所以它有五個自由度 那多原子呢 多原子的話 那這個多原子分子 比如像CH4 好 那它有三個不同的移動方向 那也可以繞X軸洞 也可以繞Y軸洞 也可以繞Z軸洞 這個出來就是什麼 出來就是六個 六個自由度 所以呢 這裡叫做二分之三 這裡是二分之五 這裡是二分之六 好 因為每一個自由度 都會有怎麼樣 都會儲存有一種能量的方式 好 這就是馬克思威 所謂的能量均分定理 好 就是能量均分定理 他說啦 這個每一個怎麼樣 每一個分子 都具有F種儲存能量的方式 你有移動 有怎麼樣 有轉動 好 你有F種 我們就叫F個自由度 每一個自由度 就會有所謂二分之一KT的這個能量 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舉個例子 讓大家體會一下 好 這個東西呢 我想這個聽聽看 當作怎麼樣 當作是一個嘗試 common sense 當作一個嘗試 你說這個數字要不要背呢 好 這個等到怎麼樣 等到各位呢 念大一的時候 老師就會講到這個 甚至呢 大學要考研究所的時候 考試就會怎麼樣 考試就會考這個 那其實也沒有說 完全到無法理解的地步 對不對 也沒有說完全到 無法理解的地步 我們剛剛講了 你移動 有X軸的移動 Y軸的移動 Z軸的移動 有1分之1mVX平方 2分之1mVY平方 2分之1mVZ平方 你也可以繞著X軸動 繞著Y軸轉動 繞著Z軸轉動 對不對 好 如果是單原子的話 它都沒有轉動 雙原子有兩種轉動的自由度 多原子有三種移動 有三種轉動的怎麼樣 這個自由度 所以加起來就有六種儲存能量的方式 所以這個我想聽一聽看 增廣見聞增加一點基本常識 也不錯 好底下這個挑戰題呢 讓大家思考一下 好我想這個學校考試 一般比較不會考這種問題了 好 所以呢到這裡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剛剛講 聽了懂就聽了懂 聽不懂就算了 因為這個不在目前 指考的範圍裡面 那理論上學校斷考也不應該考這個問題 這個算大一的 這個範圍 聽得懂最好 這個當作這個基本常識 查一範後 就聽說嘛 這以前曾經有聽說過 好 這樣就夠了 目前高中來講 倒是不會去考你這個公司的推導 或是考這個公司的計算 提供給大家呢 這個參考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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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